為了令玩家在遊戲的時候得到更加的效果 Safire特別為Radio R9 270X 推出FavorX R9 270X OC with Boost 型號 核心預設超頻 配合高效FavorX雙風扇散熱器 在提升效能的時候可以減低核心溫度 Radio R9 270X 繪圖卡 採用Curaçao XT 繪圖核心 內建1280個Stream Processor 80個Texture Unit 和32個ROPS 公版核心時脈為1GHz 支援Boost 動態超頻最高時脈達到1050MHz 而Safire FavorX R9 270X OC with Boost 為超頻版 核心時脈預設為1050MHz 在Boost 技術下可以提升至1100MHz 繪圖卡支援256bit GDDR5 記憶體 搭載白火Alpida W2032 BBBG56AF 記憶體火粒 提供2GB總容量 時脈為DDR588MHz 顯示輸出提供HDMI、DisplayPort 1.2、Diolink UVID 和Diolink DVII 支援4K 解釋度影像輸出 而且亦支援Iffinity技術 可以以多屏幕顯示輸出 為了加強繪圖卡的穩定和內容性 提供兩組6PIN 供電接口 繪圖卡也不加2箱供電設計 採用黑轉電感Black Diamond Chalk 配合全封閉式正音電感線圈 減少電源流失 進而提高轉換效率和減少供電模組的熱力 同時蠔圖卡採用固態鋁側電容 能夠保持低阻礦 減少電力損耗和提升使用壽命 另一方面 蠔圖卡採用FavorX散熱器 內建4斤6MM HEATPIES熱導管 連接兩個散熱模組 而且採用FavorChampa均熱板 加大真空導熱的散熱面積 進而加快核心螢幕度散熱 配合大面積散熱旗片和雙風扇 協助帶走核心熱力 此外散熱器還連接了金屬片 為機體火粒進行散熱 令到蠔圖卡更加穩定 蠔圖卡似有雙Farmware支援功能 可以對應不同新舊主機板和作業系統 面對新型號主機板和Windows 8作業系統 用家按下按鈕 就可以啟用到UEFI BIOS的支援 再通過由Microsoft訂立的SecuraBoost電証 縮斷每次開機的時間 加快進入就業系統的速度